hello 欢迎学习这个爬虫的课程 那么从这几个开始的话 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这个爬虫的学习阶段了 那么我们首先这几个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爬虫的一些这样的 前奏知识 前奏知识 包括什么呢 包括很多同学可能对这个 知道这个爬虫 但是不知道这个爬虫 实际上可以做什么的事情 对吧 那么我们这地方就举几个这样的例子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第二个的话 就是对我们这个爬虫这个东西 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就说什么是网络爬虫 好 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常见的 经常跟别人在那里吹牛叉的时候 是吧 经常会说什么叫做通用爬虫 什么叫做聚焦爬虫 好 那么下面一个的话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的这个python 去写我们的这个爬虫的程序 对吧 为什么不用加网 为什么不用php 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 这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学习本道课程的时候 这个爬虫的课程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些这样的开发环境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段首先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爬虫哪一个人的实际例子 刚刚还是刚刚说的那句话 对吧 很多同学可能已经听说过这爬虫 但是不知道这个爬虫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做到哪些例子 对吧 好 我们首先的话 这个地方我举的五个例子 来跟大家去分析 让大家对我们这个爬虫 有一点的感觉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搜索引擎 包括百度谷歌360搜索 这些搜索引擎 为什么这些搜索引擎 它其实 它为什么叫做 也是使用的是这个爬虫呢 你想一下 为什么你在百度 在谷歌里面 你去搜索一个关键字 你百度和谷歌 它可以把这个关键字 相关的这些网页 全部把它给提出来 其实它就是在你搜索之前 在你搜索这个关键字之前 它就有成千上百个这种爬虫 对吧 在我们全世界全球 所有的网站上面不断的去爬虫 把所有的网站 把所有的网页 全部都爬虫下来 然后的话 从到百度或者谷歌 他们自己的服务器上面去 然后它再做一个这样的算法 再做一个这样的检索的算法 就是你在搜索的时候 你在输入一个关键字的时候 它又把 就是说你这个关键字 相关的一些这样的网页 把它给提出来 所以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搜索引擎 其实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这样的爬虫 一个这样的实际例子 明白是吧 这个的话就是搜索引擎 算是爬虫 这个爬虫用的最广泛 用的最好的一个这样的例子 一个这样的例子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就是博乐在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直接有没有经过这个网站 有没有上去看过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 它上面大部分的内容的话 都是从其他网站上面 把它给爬去过来的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来打开一下 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跟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博乐在线 这个的话就是博乐在线 它的那个官网 它上面这些文章 所有的这些文章 它都是从别的文章 从别的平台上面 把它给爬去上来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随便点一下 这个夏明月的最近这个事情 是吧 我们点一下进去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它里面的一些详细内容 但是的话 这个顶部你可以看到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原文出处 是在哪里呢 新浪科技 我们点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就挑 挑到这个原文的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博乐在线 这个网站的话 它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 那个什么呢 楼核商权一样 我不生产 我不生产文章 我只是文章的帮运工 对吧 它把所有就是说 自己 它在这个 它的一个什么呢 服务器上面 就部署了一个这样的爬虫程序 不断的在其他的这些网站上面 不断的去爬取这些数据 爬取这些数据 以后再存出到我 它自己的数据过程中 然后的话 再把它给展出来 对对 然后再把它给展出来 这个地方意味 避免有一些这样的版权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的话 它就把这个原文出处 把它给列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博乐在线 也是这个什么呢 爬虫程序 用的比较广泛的一个东西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是一个住手 叫做什么呢 住手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 它是谷歌的一个人的插件 当然也有什么呢 也有APP客户端 就是iOS和安卓的一个人的客户端 这个会不会购物住手是怎么用的呢 它是可以这样 它是 就是 我们实际来跟大家来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 进入到京东的一个人的页面 然后我搜索了一个人的Thinkpad 我随便点入 点入到Thinkpad里面的一个这样的 电脑的一个人的详细页面 然后我现在的话 是已经安装好了 就是在我的这个谷歌流浪线当中 安装了这个汇汇购物住手的这个插件 安装这个插件以后 那么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帮我在这些京东 淘宝 然后的话 天猫这些页面 它就会自动的给我嵌入一个这样的DIV 然后我把鼠标放到这个汇汇购物住手上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到当前 就是这台电脑 它在京东这个频道上面 它的一个这种历史价格 你看 它的历史价格 这个时候的话是最低 就是2017年9月22号 是只要3988 对不对 这时候的话 它的价格是最低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汇汇购物住手 它可以针对这台电脑 它知道它所有的那个历史价格呢 毫无疑问 它肯定是有一个这样的爬虫程序 在肯定在好几年之前 就不断的在爬取各大电商平台上面的那个价格的那个数据 对不对 把它给爬取下来以后再存储到那个数据当中 那么以后你再次来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它就找到相关的这个数据 然后的话把它给显示出来 就是说比如说它就找到这个电脑 它的那个价格数据 然后的话列出一个人的图 就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历史价格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它根据历史价格 它还可以预测你这个价格还会不会上涨 对 那么这一个 那的话你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有那个 这地方的话 我记得还是有那个 就是它会提示你哪个平台上面 它是价格是最低的 这个的话暂时可能这个地方没看到 反正走完一只 这个东西的这个会会告告注数 这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底层就是一个爬虫程序 在各大电商平台上面的网站 把每一件商品 它的这个价格以及这些信息 全部把你爬下来 然后存注到那个 它自己的数据过当中 那么以后你再进入到这个网站里面的话 它就可以把这些数据给你展示出来了 因为这个汇坏勾勾注数 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人的爬虫程序 好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就是那个数据分析研究 这个的话 数据分析研究的话 我们来想一下 我相信你之前的话 应该是肯定看过一些这样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话 肯定就是作为某一行业 某一行业 某一个方面的一些这样的数据报告 对不对 他说 比如说 最近那个 房价是什么样的 是呈现什么样的趋势 最近出现什么样的波动 对不对 那么这些 这些分析 它是怎么得出来的 它是不是不能凭工 捏造出来的 它肯定是要基于一些实际的 实际的一些数据 才能够分析出来 对不对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爬虫程序 爬虫下来的 爬虫下来的 那么我们 我这个地方的话 就跟大家举的个例子 就是这个数据冰山的 那个知乎张囊 庄囊 好吧 这地方还是打开一下 我们的这个流暖器 然后点击左边的这个东西 点击选择人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那个数据冰山的 一个人的数据庄囊 这个数据冰山 这个庄囊的话 他就是 他也是自己 写了一个这样的爬虫程序 然后不断的去 某些网站上面 去爬取一些真的数据 比如说 这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东芬雪艳浓 天一C5 一个这样的 汽车的舆论分析 舆情分析 对吧 那么他怎么可以写出 一面这样的舆情分析出来呢 毫无疑问 他肯定是有 得到了这些数据 对 那么他这些数据 怎么得出来的 也是 就是说 对 比如说 在汽车之家 在各大 这些汽车平台上面 去不断的去爬取 这些信息 对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点进去看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里面的话 是做了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些分析 当然这些图这些东西的话 就肯定不是这个爬出能够解决的 就要涉及到一些这个数据分析 与那个数据可视化的一些这样的知识点的 但是他这些数据能够得出来 对吧 比如说 有那个情感 评分 对吧 还有那个什么的 一些汽车的 一些这样的 那个 比如说动力性的 外观这些东西 他的一个这样的分析 对吧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肯定也是从 其他平台上面 把它给爬取下来 然后做一些这样的数据分析的 那么有些时候 你看到别人 做一些很高大上的一些 这样的数据分析 你不要以为别人是 很牛逼 其实的话 他也是是吧 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 他 他可能误会了很大的时间 去爬取这些东西 然后的话才能形成一个人的报告 对不对 那么这些报告的话 你不要觉得 好像有什么意义 我记得分析出来 有什么意义 对吧 其实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认为 这些数据的话 现在 现在是 现在的话 之前看了一篇新闻 现在的话 这个数据的话 是已经超过石油的价值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石油的话 它是不可生资料 对吧 那么用完就没有了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的话 现在是已经超过石油 它的价值的 所以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数据 它有多重要 它有多重要 其实现在 很多公司里面的话 它都在买那种数据 就是它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对吧 那么我也肯定要对我这家公司的 那个发展方向 那个行业 对于做一些这样的分析 那么的话 其实有大量的这种公司 去 去分 去买一些这样的数据 明白吗 去买一些这样的数据 那么如果你把这些 如果你把这些数据的话 都爬得比较完整的话 那么其实的话 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非常直接的 好吧 这个毫不疑问 这个毫不夸张的说 你如果对某一方面 你的这个数据 比较那个 完善 比较那个值钱 上十万的一个这样的数据的话 是很便宜的 一个这样的价格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稍微扯远了一点 我们就不往下面扯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点 就是那个抢票软件 对吧 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去看 想要去看 想要去看一个某个 那个明星的演唱会 对吧 然后那个票的话 可能一下子就被抢关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 我们的这个爬虫程序 因为我们的这爬虫程序的话 其实它就像是模拟的 人的一种这样的行为 就是用代码的方式去执行 人点击的一些这样的操作 那么代码执行的速度 肯定是比人 他的那个执行速度会更快 更快 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写 我们的这个爬虫 去做我们的这个强调软件的 好 那么这话 以上五点的话 就是我们对这个爬虫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一个这样的使用场景 希望大家对这个爬虫 这个东西能够产生一点兴趣 能够有一点认识 能够有一点认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点 第二点 什么是网络爬虫 什么是网络爬虫 网络爬虫的话 我通俗理解 这个通俗理解的话 是我个人 把大 大白话的一点 把大白话的一点 那么因为 因为我讲大白话的话 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 其实讲课这个东西的话 说些 说些比较高大上的知识点的话 可能容易应对吧 但是如果把说一些 就是说大家都能听得懂的 一些这种例子的话 我相信大家学习起来就 困难就没那么大的 对不对 说到我这一番 就是说 把非常复杂的一个网络爬成的 这些概念 我把它给总结出来一句话 好吧 那么爬虫的话 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模拟人类请求 网站行为的一个这样的程序 就是 比如说我们人类 我想去看一下这个数据 看一下什么东西 对 那么我肯定去用鼠标点一些东西 或是我用键盘去输入一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其实我们 可以写一个这样的爬虫程序 来模拟我们人类的一些这样的行为 我们这个代码 是可以模拟这些行为的 比如说它可以模拟你的点击行为 可以模拟你输入这些数据的行为 然后是可以什么呢 可以自动请求网页 比如说你现在去请求百度 那么的话我通过这个代码的方式 我也可以一下子就可以把百度的网页 把你给请求下来 并且将这个数据抓起来 然后使用一定的规则 提取有价值的这个数据 对吧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在这个里面 我们如果现在我想要去把这个 这个博乐在线里面这些文章 所有的文章的内容以及标题 以及它的一些这样的评论 一些这样的发布时间 全部都把它给拿下来 那么如果你要人为记作的话 你是不是要一个个去点了的话 一个个的去复制 一个个去点击 一个个去复制 把它给孔中加C孔中加V 拿下来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效率是比较低的 如果你写了一个爬虫程序的话 我可能就是一分钟的事情 就可以把整个页面当中 所有的文章 全部都把它给爬下来了 对 那么这种的话就是爬虫 就是爬虫啊 好 那么专业的介绍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百度百科啊 就是在那个百度里面 去搜索一下这个网络爬虫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带大家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百度百科的话 介绍的就比较详细了啊 这个大家感兴趣啊 可以去看一下啊 里面介绍还是比较详细啊 就是网络 这个里面就介绍比较详细了 是吧 可以去看一下啊 可以去看一下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通用爬虫 以及这个聚焦爬虫啊 什么叫做通用爬虫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通用爬虫是搜索引擎抓取系统 比如说百度谷歌搜狗的 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啊 主要是将互联网上面的网页下载 下载的本地 形成一个互联网内容的进行备份 呃 说到大白话一点啊 这个里面的话还不够大白话是吧 说到大白话一点 像谷歌百度搜狗 这种没有目的性的 将只要是碰到一个网页 他就把它给抓取下来 那么这种爬虫就叫做通用爬虫啊 就叫做通用爬虫 就他他他他不管这个数据有没有价值啊 他只要是碰到一个网页 就把这个网页的数据把它给爬取下来 然后的话从到本地啊 那么这种的话就叫做通用爬虫啊 就叫通用爬虫啊 一般的话在这种搜索引擎当中用的比较多啊 这是这一个啊 好那么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聚焦爬虫 聚焦爬虫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啊 就是我们现在授课 讲课要跟大家讲的 我们要后面要跟大家讲的东西都是聚焦爬虫 好吧 那么什么叫做聚焦爬虫呢 聚焦爬虫是面向特定需求的一种网络程序的 网络爬虫的程序啊 他与普通他用他与通用爬虫的区别在于啊 聚焦爬虫在实时晚夜抓取的时候啊 会对这个内容进行衰选和处理 纪念保证只抓取与 只抓取需求相关 与需求相关的一些这样的网络信息啊 还是拿我们的这个什么的啊 博乐在线的这个网站来讲啊 比如说如果我是通用爬虫的话 那么我就会将整个页面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把它给挖下来 然后的话存在到本地 其中包括他后台的一些这样的什么呢 HTML代码啊 包括这些代码 这些的话是HTML代码 明白是吧 就是我们的一些这样的HTML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HTML代码 HTML的这些代码 全部都把它给拿下来啊 啊 那么如果你是那个聚焦爬虫的话 你就不会去把这些东西拿下来的 因为像这些HTML代码的这些东西的话 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啊 聚焦爬虫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只要去获取啊 这些文章里面的这些内容 我只要去获取这些内容 我不需要这些HTML代码 呃 这些HTML的代码 我也不需要什么呢 我也不需要这些什么呢 QQQ啊 登录注册的一些这样 这些文字信息 那么的话这种 这种爬虫就叫做聚焦爬虫啊 我只我只提起我想要的东西啊 那么这种东西就叫做聚焦爬虫 好吧 非常好理解啊 非常好理解啊 好 那么讲完这个通用爬虫 与这个聚焦爬虫 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啊 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的这个Python 来写这个爬虫程序啊 呃 为什么我们这个程序 呃 这个语言有很多 对吧 有phd 有java 有那个ccc加 还有其他的一些语言 那么为什么我们啊 用Python来写这个爬虫 而不需要 而不需要其他的语言呢 这地方我举 我举的几个例子 好吧 第一个的话就是phd啊 phd的话啊 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对吧 啊 但这个的话只是开个玩笑啊 就是 在业界里面的话 有一些这样的话 就是phd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是吧 啊 开个玩笑啊 是一个段子啊 当他天生不是做这个事情的啊 就是phd的话 他生出来是用来去写那个web开发的 就是做 就是做那个网站的 明白是吧 他天生就是 做这个网站开发的啊 而且他对于这个多线程 一步支持不是很好啊 并发处理能力比较弱 那么我们爬中的话 肯定就是我恨不到一秒钟 就把所有的数据 把他把他给爬下来 对 所以的话 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啊 多线程一步和并发处理能力的话 就相对来讲 做对爬中来讲哈 就需要要求比较高一点啊 而我们phd的话 就是对这种啊 并发并发处理能力啊 就相对来讲比较弱 好吧 这是一点啊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爬中是工具性的东西 对那个速度和效率 要求比较高啊 这个也不是第二点啊 好 那么这个phd虽然可以去写那个爬中之绪 但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啊 好 那么第二点啊 就是这个加吧 对吧 加我的话也是一门非常牛逼的啊 非常呃 大受欢迎的一门这样的语言 对吧 他的生态腔很完全啊 其实加吧的话是python爬中 最大的竞争对手了啊 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是的话 还是啊 稍稍微啊 那个呃 稍微比那个python啊 那个没那么好啊 那个弱弱一点啊 弱一点啊 那个加吧 虽然是呃 生态腔比较往上 然后的话这个呃 代码写起来也比较 也也也比较那个呃 好实现一些东西 对吧 但是加吧语本上啊 比较笨重啊 啊 如果大家之前学过这个加吧的话 你可能就知道啊 在加吧当中的话 可能啊 你写一个 获取啊 一个站的 我数据的 获取一个url 数据的一个站的代码的话 可能要学很多很多行 对不对 就是说比较笨重啊 代码量比较高啊 那么重构成本 就是比较高啊 像我们的这个扒中程序的话啊 我们的写扒中程序 我们不断的要去啊 匹配这个什么呢 匹配这个目标网站 它的一个真的规则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 想要去把这个文章里面的这个标题 把它给拿出来 那么的话 我们肯定要去啊 从这个里面去找啊 从这里面去找的这些规则 找到这个规则 然后再把这些数据把它给拿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能啊 因为这个网站的话 它有可能随着在改版 对不对 有可能随着在改版 所以的话 我们的这个扒中程序 就是说经常要去变化啊 经常要去变化 那么如果你使用加网去变形的话 它的这个 因为代表量比较多啊 所以的话 它这个重构的成本就比较高啊 任何修改都会导致这个代码 大量的改动啊 那么对我们这个开发的话 它的效率就没那么高了啊 效率就没那么高 好吧 这是加网啊 这是加网啊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C和C加 对吧 很多人就说 C和C加的话 是运行速度是最快的 对吧 这的话毫无疑问啊 C和C加的话 他们的运行效率是 几乎是无敌的啊 当然除了那个汇编 对吧 除了汇编啊 那么这个C和C加的话 虽然他们的那个功能 也是比较强的啊 然后运行效率也 运行效率也是比较高 但是的话 C和C加他们算是一门 比较古老 比较简陋的一门语言啊 比较简陋的一门语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能实现一个啊 实现一个获取网络数据的 一个人的功能的话 你可能要写一大堆 代码 你可能要写一大堆 可能要写半天的一个真的代码 然后的话 还可能会发生这种什么的 也只真的这种错误啊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C和C加来写 来写这个扒车的话啊 我可以跟你讲 如果我写一个扒车 写个大型的扒车 我可能一个礼拜去写完了 C和C加 我毫无疑问 我会 有毫不夸张的跟你讲啊 有可能他需要一点 一到两个月啊 这个的话是一点都不夸张 好吧 他虽然运行效率也比较高啊 然后的话 他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 但是的话因为他太底层的啊 所有的东西的话都需要自己去重写 所有的话 他的那个开发效率比较高啊 那么现在的话是讲究一个什么呢 开发效率为王的一个这样的时代 对吧 就是我写一个程序 越速度越快越好 对吧 那么我们就不太喜欢去用这个C和C加的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就是我们啊 要讲的这个Python 对吧 Python的话 它语法比较优美啊 代码比较简洁啊 开发效率比较高 这个代码比较简洁的话 后面我们带大家来写一下这个扒程的话 你就能够啊 知道了 就能够知道了啊 开发效率比较 知识的模块比较多啊 就是在这个Python当中啊 呃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包 你直接拿过内容就可以了啊 拿过内容 总比你用C加这种重新自己去造一个轮子 来得快 对 相关的htp请求模块 以及smail解析模块的话 是非常非常丰富啊 还有scribe scribe框架 以及scribe redis这种分布式 分布式的框架啊 让我们开发扒程的话 变得异常简单啊 变得异常简单啊 所有的话 最终我们就是啊 在使用那个Python来实现我们的这个扒程程序 好吧 实现这个扒程程序啊 人生扑到我用Python啊 这个的话啊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对不对 没有理由的啊 好 那么讲完这个 为什么啊 需要用Python去扒程程序 接下来再回到最后一点 就是啊 我们在学习本套课程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个这样的工具 需要准备的一些这样的工具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套课程都是以啊 我们的扒程课程啊 都是以那个Python306的那个开发环境 来跟大家讲解的 好吧 那么如果你还在使用那个i准器的话啊 就在你的电脑上面啊 重新去安装一下Python306 好吧 好 那么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啊 我们啊 使用的这个IDE 也就是这个开发软件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PyCharm 2017 Professional这个版本 好吧 注意哈 这个地方不要去下载那个什么呢 不要去下载这个Community啊 Community这个版本的话 虽然也可以去运行我们这个Python程序啊 但是的话它功能比较有限啊 所以的话到时候如果我这边能用啊 你那边可能不一定能用 说的话 明白 说的话我们这个PyCharm这个东西的话 尽量大家跟我保持一致 好吧 跟我保持一致啊 实际上是这个PyCharm 2017 Professional这个版本啊 那么如果没有PyCharm的东西啊 可以科学里面可以通过QQ私下来找我聊啊 找我要一下好了 好 那么是这一这这 这是这一点啊 好 那么接下来第三点的话是那个虚拟环境啊 虚拟环境 虚拟环境的话我们使用到的两个啊 两个包啊 两个包就是一个叫做Virtul1NVV Virtul1NV以及那个什么呢 Virtul1NVWRiPVirtul1NV Wrapper啊 那么这两个东西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虚拟环境开发起来更加简单一点啊 呃 我这个虚拟环境的话也是我们在企业开发当中啊 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这样的技术吧 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两种东西掌握好啊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虚拟环境这个部分还不是很明白 还有有些技术还不是很了解的话 那么可以啊 私下里啊 通过QQ来找我一下 我可以给大家发一份这样的啊 Virtul1NV就是这个虚拟环境的一个一份这样的文档 好吧 一份这样的文档 大家看一下就会了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啊 爬冲前奏的一些这样的支持点 好吧 爬冲前奏的支持点 好吧 好 那么希望大家的话啊 就赶紧那个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态啊 那么我们后面的话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好东西 等待大家学习 好吧 希望大家能够再学习我们本段过程以后啊 可以啊 做出一个非常牛逼的爬冲工程师出来 好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呢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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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